Khanzi乐 hellohello大家好 我是Han 接下來跟大家介绍韩国很热门 然后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品牌Free 品牌重新定位推出的产品 不管是外包装还是内容物 都变得非常的吸引人 我真的每次看到他们推出新品都非常的心动 在網路上討論度也是非常高 像前陣子在聖水洞開的旗艦店 也是每天都爆滿 新品在發售的一兩天內就會賣光光 真的非常非常的熱門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FREE從塑之後推出的第一個產品 也是在官網跟Olivian蝦皮都大熱賣的斷貨網 唇甲兩用布丁膏 會有全部的30色上唇4色 而且還會分薄擦跟後擦的兩種版本給大家參考 首先這個胖嘟嘟圓滾滾的外表就會讓人很想尖叫 也太可愛了吧 然後它拿起來也是很有份量感的 因為它下面這個包裝是玻璃的 把它放在化妝台上面也是很可愛的擺設 而且現在買布丁膏呢 就會送這個很可愛又很精緻的鑰匙圈 這個鑰匙圈還能夠分裝布丁膏出門 讓你補妝的時候更方便 打開就是長這樣 有個分裝的鐵盤 然後旁邊還有個小鏡子 真的是太貼心了吧 這個布丁膏的質地就像它的品名一樣 是帶有軟Q彈性的布丁感 也蠻像現在很流行的唇泥質地 這種質地可以很輕易的暈染跟疊加 可以打造出很美的柔霧妝效 當腮紅不顯紋理也比較不挑手法 不太會帶走底妝 甚至因為它的柔霧感還會有點柔膠毛孔的效果 跟粉狀腮紅的妝效完全不一樣 布丁膏上起來是更加的溶膚 比較不會有粉感 當唇彩也是很好塗抹 就像在抹奶油一樣非常的滑順 它質地不會過度的油潤 所以持久度也還不錯 那同時它雖然是柔霧的妝感 可是也不會太乾 不會有緊繃的感覺 在嘴唇上的感覺就是舒適度很高 服貼度很好 我推薦大家可以搭配同品牌的矽膠頭唇刷 它可以很好地把這個產品暈染得很美 而且不沾手 因為我自己比較不喜歡沾手 沾取之後就是直接左右的 可以很快速地把它抹開 這樣就是薄插的效果 如果你想要疊加就是沾取之後用點壓的方式 就可以把那個唇彩的飽和度疊到很高 非常的方便 使用上沒有什麼技巧 非常的簡單 新手也不用擔心 可以很輕易地就畫出很漂亮無邊界的漸層感唇妝 色號上的設計也非常有巧思喔 像是我先用淺色的Beep打底 再疊加比較深的Fab 兩個合在一起就是BeFab 或是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疊擦組合就是WithoutBoss 疊擦出來的效果很美 而且當別人在問你說 欸你擦的唇彩色號是什麼 你就說WithoutBoss 是不是很有趣 最後呢就是這一次的色號 總共有推出30個顏色 聽到30個大家是不是說 蛤?要怎麼選色?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Fee真的超級用心的 他把30個顏色區分成6大色系 每個色系總共有5個色號 所以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膚色 你是偏暖的還是偏冷的 又或是你個人喜好 喜歡偏粉紅色還是偏紫色 按照這個去選色系 然後再從中挑選你喜歡的色號 是不是很輕鬆就幫大家解決了 選色困難症的問題 接下來呢我會把全部30個顏色 都上唇試色給大家看 而且還會分成薄擦跟厚擦的兩種妝效 最後呢還會分享我自己喜歡 推薦的色號給大家 那我們就進入試色的環節吧 第一個色系NUDE呢 整個顏色就是比較柔和的色系 很適合做唇彩打底或是腮紅 都會非常的自然 也是全部裡面最受歡迎的色系 第一個色號ALL呢 就是這種冷粉色系 比較適合偏白肌來使用 第二個色號LIGHT呢 就是帶一點螢光感的牛奶粉色 很適合白肌 然後是喜歡這種粉色性腮紅的人 可以試試看 第三個WIZOUT是這個色系裡面 最受歡迎 也是最快斷貨的色號 它比較不挑膚色 冷色系或是暖色系的膚色 擦起來都很適合 是很百搭的朦朧灰粉色系 第四個色號LIGHT呢 就是比較偏暖的珊瑚色系 很適合像我這種偏黃肌 比較暖膚色的人使用 擦起來會很襯膚色 第五個色號B呢 是整個色系裡面我最愛的色號 它非常適合暖色調的黃皮膚 擦起來很襯膚色 不管是當唇彩還是當腮紅 都很自然好看 我只是為了 紅棍 接下來是 pink 櫻桃色系 整個系列涵蓋了各式各樣的粉紅色 包含冷粉、暖粉、灰粉、櫻桃粉、櫻光粉 通通都有 喜歡粉色系的朋友就選這個色系了 第一個BABY是有帶一點點暖色調的粉嫩色系 當山紅擦是有點櫻桃粉的感覺 是暖色系的膚色也能用的粉紅色 Skirt這個色號會比BABY再更暖色調 已經有點接近珊瑚粉了 也是很適合暖色調偏黃肌的膚色使用 在Cherry這個顏色就是很高明度很鮮豔的櫻桃粉色 比較適合偏冷色調的膚色使用 如果要當塞好用的話記得要控制用量 因為這個顏色真的比較鮮豔一點 第四個Crush又比Cherry再更冷色調 是有點偏藍的螢光粉了 也是比較適合冷色調膚色的朋友 最後一個Something就是一個比較柔和的粉色調 不管是任何膚色都很適合使用 因為它顏色有帶一點點灰感 所以跟任何膚色都可以很相襯 也是Pink的色系裡面我最喜歡的色號 Cher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来是Coro珊瑚色系的试色 整个色系是比较明亮的珊瑚色 然后也是有偏暖色调跟冷色调的 第一个第二个是有点偏暖偏橘的珊瑚色调 它擦起来感觉其实带有点土橘色系 非常适合暖色调的肤色 也是这个色系里面我最爱的色号 第二个色号BOY是带有点荧光感的珊瑚粉色系 擦起来感觉会比较清新 很适合可爱系的妆容 第三个色号BFF整个就是很冷粉色系的感觉 跟Pink色系里面的Cherry跟Crush比的话 它会更加的明亮 这个颜色我觉得只适合偏冷色调的白肌使用 第四个色号Seventeen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标准非常漂亮的珊瑚色 带有一点红感所以非常提气色 这个颜色做腮红或是做唇彩都非常漂亮 喜欢珊瑚色的朋友一定要选这个颜色 第五个色号Girls就是一个很亮的鲜红色 但是擦起来却不会显得老气 调色非常的漂亮 就像是一样的複雅 有点赞色的料理 而是一个 utiliz素心的最后 不过费地我们的粉色 我们真的可能购买了 我们已经购买了 我们就学习了 我们有点赞色的时间 我们现在 ra这些 我们还能支持一下 我们的钱 我们家墙看 我们rat时 我们又回来 我们的帖子 我们会让我们订阅 接下来是瑞的心动红色系的试色 整个系列呢就是各种不同个性的红色组成 第一个D-Den就是比较鲜明艳丽感的红 还有带一点荧光色调的感觉 第二个色号Mule是这个色系很热门的色号 带一点蓝色调的红很适合冷色系肤色擦 擦起来会很有气场 第三个色号Ambitious开始进入一些比较日常 没有这么艳丽的颜色 彩度比较低所以也比较不挑肤色 也会更加日常使用 第四个Fave也是这个色系里面我最爱的色号 它就是很适合暖色调肤色擦的红棕色系 薄擦很日常 厚擦的话很有秋冬的氛围感 第五个Greedy就是非常紫色调的红 整体的感觉会更适合秋冬来擦 这是靠冰之城的调度比较 你 tule吗我可以重去吗 去さん手里的红 远 PH 有何 再来是Ross 延续玫瑰色系 这些就是有各种经典的干燥玫瑰色或是灰粉色系都在这 五个颜色都非常好看 第一个Fillin是一个经典的干燥玫瑰色 很适合暖色肤色擦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温柔美丽的玫瑰色 这个色号当腮红也很美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玫瑰色 第二个色号Lyrics是一个复古的玫瑰棕色 它带了一点棕色调在里面擦起来会很有氛围感 很适合橄榄肤色或是黄皮肤的朋友们 第三个Fady是这个玫瑰色系里面我最爱的色号 它就是一个很美很正统的灰粉色 而且是黄皮肤也可以驾驭的 擦起来就是有一种清冷感的氛围 第四个Membris是一个玫瑰粉色系 比起鲜红色更带一点粉色调的温柔感 女人味在里面 第五个Fillin也是玫瑰粉色系 但是整体的色调会比Membris还要再更冷 除了适合冷色调的肤色差以外 像我一样偏暖偏黄的肤色也是可以驾驭的 它擦起来的感觉不会太过荧光 像不同时代的肤色 每一样不食べ萝 osoby 被骤草与手可惨 和眼羰友 不会影 πο揺 Friends 和美容这个致上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一个就是Malve 烟紫色系 从很日常好驾驭的紫色系 到很有气势感的深紫色都有 第一个色号Chilling呢 是这个色系里面我最爱的颜色 它非常好驾驭 因为它是在红棕色调里面融入了一点紫色 让整个调色看起来变得更加时尚 第二个Hot 它就是在更加的冷粉色 它很介于紫红色跟粉红色之间 比较适合冷色调的肤色 第三个Baddy呢是带紫的桃红色调 整个是非常有个性很大胆的颜色 第四个色号Slay我觉得也超级时髦的 它是很少见的灰紫色系 擦起来就是很酷很有个性的那种 最后一个就是Boss 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深紫色 会让我联想到葡萄果汁一样的颜色 这个颜色搏擦会比较日常 后擦的话就是很有气势 它也很适合拿来做叠加使用 是一种维红色调的封面 好看完了30種顏色 大家有被哪些色號燒到呢 我這邊想推薦幾個我喜歡的色號給大家做個參考 首先裸色性我很喜歡Bee 這個顏色就是帶一點暖橘色 所以會很適合我們這種偏黃的膚色 擦起來就是很日常很好看 再來是帶有點紅棕色調的Dear 也是我很愛的那種類型 粉色系裡面讓我很驚艷就是Something這個色號 因為它也是比較低彩度 然後帶一點灰調 所以比較不挑膚色都可以擦 再來是比Dear彩度再更低 整個紅棕感再更重的就是Fab這個色號 如果是喜歡灰粉色系的話 那我推薦Fab這個色號一定要買 是任何膚色差都會很美的灰粉色 最後紫色系呢想推薦最實用的就是Chilling這個色號 它是紅棕色裡面帶一點紫色調 所以會非常的日常好駕馭 最後就要跟大家好康分享一下 現在在蝦皮下單的話就會送這個布丁糕的鑰匙扣 就是前面片頭我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那它總共會有七個顏色是隨機送的 它的分裝方式也很簡單 你就是拿刮棒挖取布丁糕之後呢 直接放進這個盒子裡面 你就可以帶出門 而且這個鑰匙扣你就可以掛在包包上面 或是錢包、化妝包都很好帶 隨時隨地都可以補妝很方便 現在FREE也有在台灣的蝦皮開了全新的旗艦店 我會把網址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點進去逛 不只是布丁糕像是在Olivian很熱賣的氣墊或是唇釉 裡面通通都有 而且現在還有進行FREE跟蝦皮的新店鋪活動 大家看完影片趕快去逛逛吧 那如果大家有去韓國的話 記得也去聖水凍的旗艦店逛逛 那個真的是很難空手出來 裡面真的是太多東西都會讓你失心瘋 很想要 好那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結束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把影片放在這裡 我們會和大家分享出版的集合 當然我們可以結束 就是這個時間 來吧 我們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